在新北市永和今天下午突然下起了雷震雨 竟然就发生了瓷砖掉落意外 有一道雷呢 他是直接了打在大楼的顶端的瓷砖外墙上面 那没想到这个瓷砖竟然就掉下来 不慎砸到了楼下面摊的里面的师傅 那当时呢里面的师傅是蹲着在工作的 那瓷砖呢就是直接穿破了屋顶 直接砸在他的身上 那可以看到呢 可以看到了大楼外墙上面 还有被雷熏黑的痕迹 还有一些瓷砖都掉落下来 那可以看到现场呢 其实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块还残留在地面上 那据悉呢 这个大楼外墙其实是刚在做外墙的瓷砖施工 今天正准备要上防水期 没想到就直接的遇上意外 造成了瓷砖掉落下来砸伤人 那目前呢 男子已经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急救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那有持续新的状况 我们会持续带你掌握